影心 的图像 诸如此类的认识误区是很多的 所以不能轻易相信眼见 同样基于人的其他感觉之上的经验也是不可靠的 有人做过实验 人的皮肤接触温度为72度热铁板时的热感 与接触600度燃烧的木炭时的感觉是一样的 尽管它们的温差高达528度 科学实验也证明了 很多我们感觉不到的物质 如遥远的天体 微小的基本粒子等 却是客观存在的 有时对同一种事物 不同的主体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比如在人眼中 世界是彩色的 而在狗眼中 世界却是黑白的 因为人有比较完善的感光色素的试蛋白 而狗的感光色素试蛋白比较简单 这是什么 一片树叶吗 不 它是只能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自身颜色的昆虫 它懂得利用天敌的视觉局限性来伪装自己 像这样故意使用障眼法就不只是它了 大家都见过魔术表演吧 魔术师以梦幻般的技巧表演出异乎寻常的现象 但不论它多么涉人心魄 人们心里清楚 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 而伪科学的宣扬者却往往通过作伪的手段 显示出种种看似奇异的现象 却硬要人们信以为真 有时 伪器工伪科学骗人的手法比魔术还要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没有批判的头脑 那些相信眼见为实的观众就会上当受骗 请看这段表演 魔术师遥控一条领带翩翩起舞 多么不可思议 但这只是一场精彩的魔术 再看看这位器工大师 他通过发工使病人起来或者是躺下 甚至自夸可以用意念控制几米之外的人跳舞 其实这是一种心理暗示 承受220伏电压 实际上和学游泳一样 不过是一种适应性锻炼的结果 所谓的尖刀底喉破石 全靠腰劲来撑着 尖刀只是个摆设 接触瞬间造成的极大能量 几乎都被石头吸收 并使石头破碎 并不需要运什么气 你看就连娇弱的女主持人都能做这种表演 至于耳朵石字 意念燃烧物品 透视人体 预测人生 呼风唤雨 遥控改变分子成分 预测地震 着水探矿等等 这些离奇超长的现象 以及一些充斥着最时髦科学名词的神怪理论 多半有诈不可轻信 其实戳穿这些伪科学的面具并不难 我们眼睛看过以后 再用脑想一想 动手做一做 我们就掌握了科学的方法 就能够入目三分地观察事物 明辨是非 天地至爱